她是最大的女演员 把张紫怡对到无话可说 网友 大气策露如今最引人关注的节目 应该就是浙江卫视的演员选拔节目了 要说浙江谈最近几年 可以说是越来越有存在感了 之前是湖南谈一家独打 经过几年的努力 现在浙江还也有了自己的固定收视群体 而且每一季的综艺节目都属于观众比较期待的 这样看起来 这个一直排名第二位的卫视台 搞不好哪一天你吸成第一名了 也说不准哦 在选拔演员的这个节目上 第一季的段位明显要比第二季低一些 是老戏骨和新人交杂着上台表演 导师的评教大家也都是需心接受 很少有台上演员和导师发生定值的情况 所以第一季即便有很多热度 也大多是集中的参赛演员身上 关于导师和演员之间的新闻 其实还比较少 但是第二季就不一样了 亲爱的演员大多是演了很多年戏的人 而且都是口碑比较好的艺人 所以他们就不像是新人演员那样 没什么经验 导师说什么都可以接受 更多的时候导师的评判 对于他们更像是交流演戏的经验 所以有人会直接反驳导师的评语 也是很正常的事 1984年出生的琪熙 是个演了多年话剧和电影的演员 演戏经验丰富 但是人气一直不高 属于演技很好 但是缺少关注的艺人 这次参加这将台的综艺 也是让很多没关注过她的观众 注意到了还有 这样一位女演员 而在琪熙的表演中 张子怡就她的表演 发表了一些看法 一般来说 面对这样一个国际影星 又是中国大导演都很认可的演员 张子怡的评价也算是很权威了 想不到的是琪熙直接在台上就反驳了张子怡 认为自己确实状态没有达到要求 但是要演出状态很好的样子 其实是欺骗观众了 胆子大成这样 琪熙是相当的霸气呀 而且事后张子怡也没有计较 反而是认可琪熙的说法 可见小编之前的说法也是对的 这一季的节目 多是导师和演员之间的心得交流 说点评都严重了些 现在这个节目的收视率是越来越高了 节目组只要不作死 剪辑一些模棱两可的撕逼大戏 相信这个节目的收视会更好的 不过说到导师团 这一季还有时针的加盟 这本身就很有看点了 还给节目分色不少 而且他和张子怡的组合看起来也很新鲜 两人是不识办法嘴 给节目增加了不少看点 而且时针本身就很幽默 整个人都自带笑点呢 浙江台这个节目本身利益很好 也让观众看到了戏剧创作的有趣 像七夕和张子怡这样比较温和的心得交流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毕竟演员是人 有自己的思想 不可能大家的想法都和张嘴一样 七夕能说出自己的看法 其实很厉害呢